我们要做一个多人餐桌图块的拉伸与阵列 那首先呢我们要把170级的这个椅子复制过来 复制过来之后我们往下画一条长度6的线 在中心点画个长度6的线 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画一个多边形 数量是4 然后我们选择边 然后往右我们输入80 然后呢我们要把它移动 这个中心点对着它的这个点 移动完之后呢我们要把这个群组 虚件框选起来然后右键群组群组 那群组完之后呢 有相同的物件已经存在 因为我刚群组过一次了 然后群组完以后我们要做 环形阵列 选去物件 然后空白键 然后它的中心点就是这个方形的中心点 那项目呢 4 Enter 关闭阵列 那我们就做好一个这个形状 我们把这个小数删除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把它做一个群组 群组 然后我们再绘制 绘制图块 建立 把它变成一个图块 好那我们这个命名 我们就命名chill and table 复制 那如果你懒得打的话 你就去部落格复制它的名称 然后我们按 确定 它说你尚未选任何物件 我们就要选取物件 反正你忘记做了它都会提醒你 选取 空白键 然后确定 然后 我刚刚已经做完了 那我再重新定义 因为我刚刚已经做好一次了 所以你们直接选就好了 那 指定的基准点就选中间这一点 好那我们这个图块哦 做好了 我们右键图块编辑器 那这个图块编辑器的背景 我们要怎么改 就是之前是灰色很不清楚嘛 怎么改的 右键滑鼠右键选项 然后这边显示 这边档案页签颜色 然后这边呢 我选黑色 因为之前灰色实在很不清楚 我就选黑色 那现在就清楚了 好 那我们现在呢 那我们先参数 然后线性 那我们现在先做那个高的部分 那我们指定上下距离 上下的是距离一 那我们再来做一次参数 前行 那我们再画个左右的距离一 这个是距离二 好哦 然后上面一点 那接下来我们先做拉伸 我们动作 拉伸 那我们先做这个高的部分 先选距离一 然后选上方的箭头 那我们现在要用框 就是第一个脚点 那我们就要放大来选 会比较精确一点 我们要把这上面整个椅子 框起来 然后是要用虚线框 这样子 框起来 然后呢 我们还要再框一次 同一个地方再框一次 我们要注意到 我们不要选到这个椅子这边 我们 这个不知道会不会很危险 我们不要选到椅子 我们要很小心的选 然后呢 我们选完之后 空白键结束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做这个下面这个距离二 我们一样参数 不是 动作 拉伸 好 我们要选择参数 距离二 那 我们就选择这个 右边的箭头 然后现在我们要开始 框了 我们一样把它放大框 放大放大 虚线框 然后呢 我们不要碰到这个椅子 我们就是框这个脚 要框一次 放大一点 啊 碰到椅子了 碰到一点椅子了耶 没关系 下一次我们再 再把它缩小范围 应该可以 好 两次 反正我们就要框到 完整的椅子 它会跟它一起移动 然后空白键结束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 拉伸的部分做完 可是它只有拉嘛 我们要顺便复制它 所以我们就动作 正列的部分 那正列的部分呢 我们参数呢 选取 距离一 距离一的时候呢 我们选取 左右的椅子 我们放大它 然后呢 我们用虚线框选 左边的椅子 然后 再虚线框选 右边的椅子 好选取左右的椅子之后 空白键 兼具是80 Enter 那我们这边的距离一的 阵列做完了 那我们要做距离二的阵列 动作 阵列 我们选取 参数在 这边 那选取物件的话 就是选上下的椅子 那我们一样也是放大 来虚线框 右下 左上 然后还有这边 右上点一下 左下点一下 这两张椅子 选好之后 空白键 输入 兼具80 Enter 那我们这两边都做完了 我们关闭图块编辑器 然后储存 那我们再点回来这个图 我们现在就可以 做个试验 我们把它往上拉 你看 它就会一边拉 然后一边复制 然后 它如果这边没有的话 代表它的距离不够 不够80 那你觉得很突兀 你就缩坏一点 然后我们往左右拉 它就可以无限的帮你复制 那这样子的话 你不管是怎样的尺寸 还有几张椅子 你都可以很轻松的画出来了 我们再看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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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